最為你們加油的是誰 最給你們力量的是誰 一定是 家人 可以啊 家人 我們看一下好嗎 有一個驚喜的 喔不 喔不 會不會哭 會不會哭 會不會掉眼淚 這沒有在搞錯 沒關係我面子可以還你 就是台北你哭的 我們準備了一個非常感動 但是其實也滿歡樂的影片 因為六位的家人 對於你們站上越大的舞台 都非常的開心 但是也替你們緊張 各自錄了一些話 包括爆料來看一下 各位粉絲超級驚喜 他們六個人完全不知道 請看 而不是這種家人的話 是系列了 大家好 我是子翔的爸爸 大家好 我是哲彥媽媽 我是文廷姑姑 我是文廷姑姑 大家好 我是周祖安的哥哥 嗨 佳晨 嗨 佳晨 出道的反應 當然是非常興奮啊 還滿驚訝的 我為他高興 尤其是阿公跟阿嬤更高興 可以常常在電視上看到他 太帥了 這是我兒子嗎 只有整個一個字啊 感動帥氣 中了會紅 從出道記者會之後的那幾天 看得到他臉上的表情 笑容變少了 他默默在承受那種默默的壓力 最擔心的一次就是 他為了要上台表演 硬是把石膏板拆掉 結果表演完造成他鼓勵的傷痕更大 位於幻覺來講是一個 人生中非常大的一個挫折喔 看到孩子這麼的沮喪呢 我想每一個做父母都跟我 跟媽媽一樣都會很心態的 他可能會覺得說他哪裡 沒做啊 他的挫折感會影響到他的心態 我真的不適合嗎 會懷疑自己 以前他很燙的時候 以前他很燙的時候一定沒有人要 以前他真的很擔心 那你覺得他可能 你知道嗎 嗯嗯嗯嗯 然後就會想說 你要不要吃爽一點 哈哈哈哈 喔 這個喔 剛 跑到駕照的時候呢 而就 偷偷的 自己偷偷的買一部 摩托車 都沒有跟我們家 哈哈哈哈 他媽媽 主要不及背骰啊 他曾經 小學的時候上體育課 他竟然跑到學校 就被搶外面 在那邊喊 拉背啊 當歸黑啦這罐喔 然後在旁邊都動觀察 在別人在體育館 對啊 運動的時候 他沒有什麼打架弄試過 但是他就是 太皮了 我不知道他這個是不是 潘逆的一種表現 但是我覺得都還 還蠻乖的 讓家人非常驚喜的是 是驚嚇吧 驚嚇 他以前很愛參加比賽 好像沒有學過書法 也要跟店家 去參加書法比賽 然後那個媽媽你講 說媽媽我要參加書法比賽 我說 天啊你從來 沒有學過你要去參加比賽 毛筆還要跟家用戒的 然後 老兄媽要去參加書法比賽 Oh My God 跟我說姑姑她要參加比賽 我特兒選秀比賽 我說蛤 那要不要先買個掌膏 要給你吃 他知道我的 藍牙耳機 是iPad 遺失 所以呢 他自己就去用他的 移工錢去買了一部 藍牙耳機 半夜呢 從基隆 又起車為了送那一部 就回他家裡面 上來之後呢 就很開心拿了一個 耳機 我說爸爸聖誕節快樂 然後呢就衝動 然後又騎回學校 呼吸的一個活動 那他就是知道爸爸的皮帶 可能待了有點久了 在那個活動的場合呢 他就買了一個皮帶給爸爸媽媽 然後看電影 他突然做了兩片 然後插一點那個 醬汁 加點沙沙醬 這種事情對我們來講 其實就是警醒 因為主男他其實 不太喜歡這個樣子 他會自動的 叫我爸爸抱我 這個不行啊 我覺得他在創作音樂 還有畫畫 還有煮菜的時候 是最帥的 因為他那個時候 他都會非常的投入 武術比賽的時候 跟上排表演的時候 最帥 做完要贏之前的事情 他就最帥 當他幫我跑腿 或是幫我拿外送 一開門的那剎那 覺得 真是太帥了 你十五課動很帥嗎 好像是耶 每次看到他那個 放電這個優點 這是爸爸學的嗎 好像是有一種 爸爸媽媽的 那個 不會走心 我覺得這是一種 綜藝效果 而且我覺得他當 團妻也是剛剛好 哈哈哈哈 對 不好見身體 你的努力我們都有看見 可是還是要注意身體 有時間要多休息 然後多吃東西 不要挑吃 對人而對人之 永遠保持真正的心 真正的心 我要謝謝你 這麼堅持 這麼棒 這麼乖 珍惜每一次的表演機會 把最好的表演呈現給大家 努力去衝更加的人 讓更多的人認識你們 更多的人喜愛 那世界因為有明快均有歐種 而更有愛 多的人喔 從他們以前就好多好多 我們永遠是你的鐵粉 加油 愛你喔 謝謝 謝謝所有的家長們 紅厚粉絲們 家人永遠會在背後支持你們 放心 這裡有幾位已經 歡迎 你冠軍的爸爸 彩蛋 我全是冠軍的爸爸 他是假的 我是本身 好 再次感謝所有家人的無私 付出啦 不是出賣跟分享 讓我們看到不同面向的歐眾 謝謝大家 感謝 好 想怎麼了 你剛剛哭的點是哪一趴 正 他是哲言 我知道 你們兩個都 你不是也有哭嗎 你沒有 所以最哭的是哲言對不對 對 怎麼了 哪一段 而且那畫面好溫暖 旁邊還有一支獨角書 蠻可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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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而且媽媽是濾鏡有開 蠻大的 都沒有講那麼缺點 對 他過去拍照就這樣 這不是重點 那你剛剛為什麼哭 媽媽講得很好啊 穩穩的啊 怎麼了 他是說你 我記得他有講你笑容變少 那個時候 還好 壓力很大 是不是 所以你回家有白臉色 給媽媽看 沒有 那 還是估計太貴 快沒錢 對啊 怎麼了 好啦 那我先問你 你為什麼也 你剛剛眼淚還在掉 文婷你為什麼也跟著落淚 到現在 你剛剛兩秒前又掉一條了 怎麼了 怎麼了 想到哪一 或是哪一句話有 有被你 公司好狠 好狠 我覺得姑姑比較狠吧 說明團七是應該的 嗯 慢慢來不著急 就是平常 我哭很醜 不能大哭 就是 平常不會跟姑姑講很多 內心的東西 然後 但他影片的時候 其實說 都知道 我們很辛苦 他其實都知道 不用說 對 然後 林辰回家 林辰回家 他還是會在家裡 等我回家 然後 就是 喔 開門 對 然後 就算 他年紀比較長一點 但是他還是會 等我林辰回家 對 我想 謝謝我家人 然後 我很愛你 謝謝 好 謝謝姑姑的疼愛 不過姑姑也是蠻狠的 長高藥啊 然後什麼 各種沒有在科技的 然後 他就講你骨頭 那個時候 你很賣力的 好 謝謝姑姑 他也很重音 他也很重音 是 你怎麼又哭又笑 你好奇怪啊 哈哈哈哈 他剛剛哭成這樣講不出話 他現在可以笑得很開心耶 好好 我們先跳到那邊啦 好 子翔你剛剛聽了這一段 有沒有什麼要回應的 跟爸爸感情很好 對不對 對 你的放電真的是遺傳至他的嗎 嗯 應該是 對 就是其實我一路上呢 就很堅持我的夢想 然後也很感謝我家人這麼支持我 就如 就走到現在 我覺得 家人的支持 對我來說 非常的重要 對啊 對 然後也很感謝你們這麼支持我 讓我能夠很順利的走上這條路 如果沒有你們的支持 我可能就不會站在這裡 對 很謝謝我的家人們 我愛你們 有沒有特別想跟爸爸說的一句話 一句話就是 加油加油 怎麼了啦 我剛剛的問題有什麼很奇怪的點嗎 我只是說一句話 你可以講Merry Christmas嗎 哈哈 祝爸爸聖誕快樂 哎呦 我覺得他們都好感性喔 其實我們很感動的 因為我們常常會對一些年輕人 有一些誤解 事實上他們在努力的過程 真的很辛苦 但因為他們太帥了嘛 所以大家只看到外表 可是他們對家人之間的情感 或家人要給他們的支持 或是也許有一些家庭革命等等等 我們不知道的 但是透過他們現在很真誠的流露 就大概知道能夠站在這兒 真不簡單 好好 那你先緩一緩 好你先緩一緩 哲音有什麼話想 透過今天的直播跟媽媽說一句 我覺得說很開心 又很支持 對著鏡頭 媽媽可能在看 她一定在看 對啊 你對著鏡頭 然後所有粉絲都會覺得 是你媽媽很開心的 哈哈 媽媽們 對媽媽們 來 就是能 有你們的支持真的很重要 不會 急需努力 那你們就 喔 好 他準備好了嗎 還沒 他好像還沒 好沒關係 先往這邊走 加成 加成 你爸爸實在太可愛了 對不對 他說只有一個字形容 感動帥氣 那四個字爸爸 我只有一個字形容 感動啊 帥氣 好 東巴茶很好喝 對 是吧 還不錯 那比賽是怎麼回事 沒有沒有學過書法 卻要去比賽 什麼邏輯啊 就那個時候 就是想要什麼東西 多方嘗試一下 對 然後就去參加那個書法比賽 然後就看別人怎麼寫 跟他一起亂撇一下 第幾名 沒有得名 廢話 沒有練過 對啊 來亂的喔 OK 你的家人好歡樂 喔 剛剛那個是爸爸 爸爸 姐姐 姐姐 然後媽媽在那個長進 喔 媽媽是父母的長進 喔 所以裡面是姐姐 那他一個小女孩 那個是姐姐的兩個姐姐 那個小女孩是你姐姐 對對對 喔 OK 那他真的很可愛 全家人都好愛你喔 對 你有什麼話特別想跟誰說 媽媽爸爸姐姐們 我想要跟那個 林家的人說 謝謝你們 這一路上的支持 那很多時候我覺得 很孤單的時候 謝謝你們讓我回到 家裡的時候覺得 我不是孤單的一個人 那 我知道我做得好不好 你們其實沒有在意 你們希望我開心 那 我未來會繼續努力 然後 我爸很常跟我講說 就是 叫我不要太懶惰 我不會太懶惰的 好 祝福你 現在還愛喝冬瓜茶 現在還很喜歡 OK 以後我們就知道怎麼 怎麼怎麼跟你互動 好 冬瓜茶是傳統好自衛 對 你們現在這個站位是三個哭的 跟三個不哭的分 哈哈 看等一下誰會過來 OK 好 下一位換君 你也沒哭 對 差一點 真的啊 為什麼 剛剛講得不錯啊 剛剛 你爸爸為什麼要弄一個假人 好奇怪 我不知道 我爸他其實蠻ㄎㄧㄧㄧㄧㄧㄤ 其實剛剛有像你會做的事情 他很可愛 你們家人就喜歡搞這種神秘感 很ㄎㄧㄧㄧㄤ 他好像是被我傳染 很有梗這樣子 我以為他是有什麼 通緝飯還是 沒有沒有沒有 嚇死 爸爸好可愛 用這種神秘的梗 有沒有什麼話想跟他說 對著鏡頭 其實我們在做這些表演工作的時候 可能也許很多人會覺得說 你憑什麼因為唱唱跳跳有這麼多人喜歡你 然後你可以站在舞台上做什麼事情都這麼開心 但是我們背後的辛苦 我們背後的努力其實你們都沒有看到 所以其實陳俊仁有一句話我覺得對我影響蠻深的 是不要隨便對一個人下評論 因為你不知道他曾經經過什麼 然後我們其實我覺得大家團員都一樣 就是回家以後其實有很多的心酸 自己很痛苦的事情都沒有說出來 然後也許就只能跟家人抱怨這件事情 然後真的很謝謝家人就是 無數個都在我們身邊 然後直到我們累的時候 會即時的伸出那隻元首幫助我們 謝謝 好 非常的感性 祖安最後來到你了 你都不做家事的原因是 還是要做一下吧 還是要做一下吧 對啊 你都很辛苦耶 因為我的 你就只做自己的家事 就公共空間就有個哥去做 沒有就是各自有各自的區域 總是有公共空間啊 你們家有兩個玄關兩個入口 沒有 對啊 那那你誰管 嗯 怕 你有沒有什麼話對哥哥說 嗯 其實我覺得我比較 對不起阿嬤 很好也可以啊 因為阿嬤年紀很大 然後我因為工作關係然後 都會很早出門然後我回家 然後阿嬤其實都很早睡 然後我都沒有 沒有時間可以去陪她 然後有時候我要出門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看到一個人 他可能就在上班上睡著 然後我就 也不知道不是操他 然後可是我 沒有抱抱他 所以我現在看到他 我就會 去給他一個 擁抱 因為 我覺得自己沒有做到一個 我覺得 一個孫子該我們 陪伴 然後 然後 這部分都是哥哥在 負責 然後我都沒有 時間可以去陪陪他 然後我就覺得蠻 對不起 然後 因為阿嬤其實 一直都 不支持我做這個 因為他覺得這個 還能賺錢 然後我就想要 想要做他就是可以讓他 總有一天可以說 對 就是他因為我很驕傲 然後很開心 我做不到 然後 對 很謝謝我的 爸爸媽媽 然後還有哥哥 就是現在就是很無條件的 支持我 然後我希望 未來的哪一天可以 讓我自己變得更強 更厲害 更獨大力量 然後可以 讓你們更驕傲 阿嬤也是關心您了 怕你將來受傷 對不對 趁年輕 應該要追夢一下 阿嬤給他一點機會 不然這樣 我們接下來 這一個月的酬勞 我們就不要處理六了 你都帶走 好不好 不行 不行 你們有沒有兄弟行 阿嬤 給人家一點 紅包要包一下 好啦 你還沒講 誰還沒講 紫香 你有沒有什麼話 來補充一下 嗯 希望我的家人 希望我不在你們身邊 然後你們等一下 照顧好身體 我也會照顧好我自己 然後希望我們 我們以及我自己 不會讓你們失望 然後我 我愛你們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你們的真情流露 我滿意外的 沒想到你們會這麼的 真誠 非常棒 因為有的時候大家會有一些場面話 偶像會有一些包袱 但你們都非常的可愛 把真心話都講出來 那經過一場記者會 我已經背起來了 想不到 那你手卡 文庭 對不對 紫香 嘉誠 沒有耳機 沒有耳機 我就是不戴啊 你不要換位子 換位子 我會換掉 文庭 文庭 紫香 嘉誠 不是 蛇眼 嘉誠 換屈 以及祖安 沒錯 效果 真的是 那下一首歌我還是看一下 不是 你不要唱歌了對不對 好 馬上我們就要帶來一首歌曲 我們先讓他們擦一下 你們現在還可以唱嗎 可以 還可以嗎 擦個 大家要不要再擦一下 擦一下 來來來先去休息一下 好 我們待會就要來聽下一首歌 待會這首歌曲就是 想跟你就這樣靠得越來越近 今天滿感動的 我相信 吸起來 好 來來來來 真的 請出題 張哥第一題是我 請問我們團裡的團七是誰 這根本就是放水 文庭就是團七 沒錯 沒錯 那我們對 我們團的 可以慢一點嗎 讓我喘口氣 因為我是表面上帶起來很鎮定 其實我還是很鎮定 就要準備 對對對 還是要準備的 我們團的結尾妖精是誰 好難喔 我剛剛是不是有放過他 有啊 我剛剛不是講過嗎 折燕嗎 折燕嗎 折燕 折燕 只想 加一眼 不要再亂囉 加持 對 對 沒錯 你知道 每一個答案我得要六個人名字run一遍 登登登登登登 個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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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題是什麼 OZON裡面年紀最小的團員是誰 祖鄉 哲言 對 哲言 對 對對對 非常好 好 OK嗎 可以準備下一題了嗎 再來再來 好 下一題是 請問我們六個當中 誰以前當過童裝的model 蛤 這個很難看 這個其實連我自己都不是很了解 我自己也 還好我還好我已經知道 童裝的model 對對對 幻君 喔 喔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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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不玩了 哈哈 我為什麼來主持一個記者會 還要這樣考 欸 你們這樣欺負老人家 不要這樣子 那是誰 是誰 祖安 祖安喔 你拍過幾歲的時候拍過 只是小 只是 兩個月的時候 兩個月的時候 我會忘記幾歲 反正很強調 童裝啊 那粉絲們知道嗎 應該還不知道 歡迎大家找出來 這裡比較難 這裡比較難 還有嗎 好 下一題是 我們團曾經有人卡在桌子下 有這個人 還有個層 欸 各位記者大哥 憑憑你啊 誰知道他們誰卡在桌子下 他又是圓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桌子 欸 那你知道 你們裡面還有一個 有被蚊子叮過嗎 對不對 對對對 什麼爛東西 卡在桌子下是什麼意思 沒有沒有 因為卡在桌子下 還要獲得一個稱號 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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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櫥 櫥 桌子下 卡在桌子下的紫祥 對 諧音梗 沒錯 沒了吧 還有最後一題 好 最後一題是誰 想問交個就是 我們成員當中 有誰去韓國當過練習生 換群 沒錯 因為就是抗牛腸 好難喔 一人一個答案對不對 好啦 謝謝我的助理 你辛苦了 原來 但是剛剛還是錯了一題 去罰站 罰寫一百 誰知道他是童星啦 就你那一題 我助理 沒有啦 真的我們互相交流 因為不同世代 互相學習 大家更認識我們 謝謝 我們也會繼續努力 讓大家看見我們 好加油加油 謝謝你們 好玩的遊戲 換我出招了各位 好 來囉 你們以為記者會要結束 要表演什麼的 什麼 唱